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看一下昨天周四的市场情况 那么澳洲股市呢 在铁矿石过去连续三天的上涨推动之下 成功的是再一次出现了涨幅上涨 昨天下午截止四点收盘 澳洲股市累计是上涨1.1% 报价呢是收在5818点 其中主要是由金融和矿业两大板块一起上涨 推动了澳洲大盘的上涨 那么在A股方面呢 昨天继续没有太大的行情 这个上涨指数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成功突破3200点 昨天上海方面呢是 虽然有三上涨0.5% 但是呢依然是收在3188 深圳方面呢上涨0.6% 收盘收在10510点 昨天欧美股市呢则有不同程度的跌幅 其中欧洲方面除了英国以外 德国和法国的跌幅分别是超过了1.8% 而美国股市在昨天最少也下跌了0.8% 多的呢则下跌超过了1.7% 那么现在纳斯达克的科技指数是过去7周以来的最低价 在其他方面呢 黄金价格在连续三天上涨之后 昨天回调大约0.3% 继续呢是在1245到1250之间来回 在油价上呢 油价连续第四天出现了上涨 目前油价已经回到了45美元附近 距离最低的42.3美元 累计上涨呢是超过7% 那在其他方面呢 人民币也是连涨了三天 目前这个离岸人民币价格已经达到了过去7个月以来的最低价左右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热门话题 说的呢就是现在的投资世界很大 我们呢不要局限在眼前 可能大家在平时我们节目里面经常说到的 比如说是比特币啊 或者说一些其他 大家可能平时不太接触到的产品啊 像什么国外的股票啊 或者是国外的指数这些 有的朋友在问呢 这些产品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投资去考虑呢 那对于这样的话题 我想说呢 首先我本人在投资上呢有两个原则 一个是呢是分散投资 第二个呢是选择 自己相对比较熟悉的产品 那么对于我们大部分生活在澳洲的朋友们来说 在投资上相信大部分选择的都是房地产 这一点呢和中国大部分的朋友们投资方式也是一样的 这的确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的资金过于集中在房地产呢 同时也会把风险过于集中啊 特别是在目前澳洲银行和政府双重打压之下 这个房地产呢在今年到明年预计不会有太好的表现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闲于资金就需要寻找其他的投资替代品 所以说呢当我们寻找到其他的投资替代品的时候呢 其实除了中国的这个澳洲和中国之外啊 这个世界可以很大 我们选择呢也可以完全是啊 除了这两个产品之外再去其他的产品看一下 那比如说我在去年说到的德意志银行啊 中国A50指数 包括从今年1月3号开始推荐的这个香港的恒生指数等等 这一些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我们资金分散投资战呢 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啊 所以说呢很多产品即使是我们华人没有接触到 但其实呢啊 只要他有背后强大的基本面做支撑 我们依然是可以考虑 而且他的走势呢相对比单个的产品呢要稳定的多 那么除了这些产品可能有朋友要问 像一些啊 比如说今年的新兴热门 像比特币啊 像这个什么以太币啊 像其他的数字货币 包括了像近几年非常火热的AI技术啊 啊这个或者是啊 虚拟技术啊 智能技术等等 那么这一些技术呢 看上去呢啊 最近都非常热门 他们的股票或者他们的其他的产业价值上升的也非常快 可能有的朋友在想 现在投资这些行业 是不是以后万一他们变成了下一个谷歌啊 下一个腾讯 那我们呢就会有巨大的收益呢 这种理解的方式 他的确是没有错 但是我们知道 目前这类行业呢 通常我们是把它叫做风险投资 所谓风险投资自然是呢 这些行业处于新兴的起步阶段 未来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啊 因此呢 在国内的风投通常的做法呢 就是把资金投选择在呢 自己能够啊 看好的行业 同时把这个行业从上到下 排名前五甚至前十名的公司 挨个投一遍 那么这种做法呢 就需要巨大的资金 同时呢 如果这十家公司九家倒闭 只要有一家成功 他的回报率就会远远大于10% 但是这种做法并不适合我们普通的散户玩家 毕竟我们的资金有限 精力有限 也而且呢 不可能了解到所有的公司 所以在我看来 如果我们要投这些新兴热门产业 数字货币啊 这个人工智能啊 或者是虚拟服务器啊 这虚拟的 这个VI技术啊 等等啊 这些热门行业 第一资金要少 第二呢 尽量做到呢 这个投选择的呢 是以自己相对来说 在这个行业稍微熟悉一点的企业 但是我还是个人觉得呢 这个这一方面的风险呢 非常的大 特别是在这些公司初期阶段 还没有产生正米现金流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的风险是最高的 当然了 有可能之后的获利也是巨大的 但是我个人是喜欢呢 投资那种稳定成熟的企业 那么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第二部分 主要是说一下油价啊 我们知道很久都没有说这个石油了 去年他们从27涨到了54啊 达到了这个一倍翻倍的效果 但今年的话呢 虽然去年是达成了现产协议 但是半年过去了啊 从44块涨到了54 现在又回到了44块钱啊 那么我之前也跟大家说石油为什么会上下起伏这么大 主要一个原因呢 就是由于有美国和俄罗斯这个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啊 那么特朗普上台初期被大家认为是对于俄罗斯是友好的 但是后来出了一系列的这些这个门那个门的事件之后啊 现在特朗普也非常的被动 无法呢和俄罗斯的关系实行实现正常化 这样一来油价的下压压力就再一次得到了扩散啊 油价呢也从54美元呢一路下跌至了42美元 但是我要说的是从现在技术上来看从42现在涨到了45啊 已经重新爬上了过去一个月以来的一个下跌周期啊 换句话说现在在短期石油市上涨的形态啊 那么就有两种操作方式 如果保守一些 那就要需要等到46美元重破之后再考虑进场 但是相对来说如果我们能够承受部分风险的话 那么现在的价格4240啊大约是45块钱的价格 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价格啊 我们也完全是可以考虑啊 那么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啊 我们最后再说一个热门产品啊 刚才忘了还是一样啊 刚才我们说的是油 那么这个图呢我们看到是昨天说的啊 他在短期两小时呢得到突破 我们在昨天正式呢跟大家是这个建议考虑部分仓位可以进场 那么过去24小时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走势图是怎么样 二小时之后呢 他上去以后一个下探刚好是打在这条维加斯通道之上 之后呢又开始反弹啊 已经去过了一轮测试啊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目前呢 只要这个通道线不被打穿 我们完全可以进场啊 那么进场的实际有两种 一种呢是在突破了昨天的新高之后 也就是这个价格再上大约是三四毛钱 或者呢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保守一些就等到四小时通道线 大约是在46价格之上再去进场啊 但是两种方法我觉得完全都是可以我们采用的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ld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周一再见 我们下周一见